朋友開心聚餐合影 這名帥氣的男子不但多精 身材又精壯 從IG也可以看出 似乎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 但卻被詐騙集團盜用照片 詐騙多名包租婆金額淨一元 張繼事發經過依然好生氣 原本是包租婆的A小姐 不但房子全沒了 還得去當幫傭 貼補家用 A小姐前後投入一千八百萬元 如今卻寫本無歸 因為對方亮出這名號 影集五世時代講述伊達政宗 等三股勢力如何影響日本 而真心男子宣稱自己是 伊達市第三十六代後代 不僅是名門貴族也是學霸 自稱東京大學畢業 還是珠寶設計師 把包租婆們騙得團團轉 房屋出租社團沒引來租客 卻惹來詐騙集團 承新男子以尋找工作室名義 和包租婆搭上線 稱投資虛擬貨幣能穩專不賠 要被害人們將手邊現金 匯進電子錢包 但不僅無法變現 對方也人間蒸發 被害人們才警覺被騙 深信對方日本貴族武士身份 包租婆們遇到詐騙 已經報警處理 但這名甲午士和自己的血汗錢 早就消失武松 追不追的回來 還是未止數 三星新聞 顧原送 賴星尼 陳昭文 新北市財訪報導 請客 請客